我們現在在妹妹的宿舍門口 第一次來 全家一起來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鞋櫃 這是我的鞋櫃 之後他一定會買很多鞋子 把鞋櫃放滿 雖然現在就快滿了 不會 就是他在拍我們家的小妹 其實這宿舍看起來挺不錯的 就是 整個氛圍還不錯 手很痠 請 可是我們鞋子要脫哪 外面就在這裡 喔好 先進去 欸其實還蠻 蠻大的耶 今天在漂白雪二次 因為我昨天 你昨天 消滅美 消滅 喔原來這裡整理房間喔 對啊 房間很乾淨 對啊 它維持得很好 哇沒有我之後 這個房間就變得非常的 呵呵呵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都我同居至少20年的室友 剛剛我妹說 不可以坐她的床 就是我妹有 床癖 她就是對床有潔癖 我想說 那我妹排斥我 坐她的床合理嘛 我就問她說 那如果是媽媽 媽媽坐點床怎麼辦 你說啊 我本來說 那我下禮拜 就把棉被帶回去洗 帶回去消毒 妳剛剛是用消毒 我說帶回去洗 妳剛剛明明就說消毒 我說洗吧 然後爸爸那個時候就從廁所出來 我就說爸爸妳敢坐浴乳的床嗎 然後爸爸就說 敢哪 為什麼我不敢 然後坐下去的時候 我就說不行不行不行 床單很可愛嗎 可愛嗎 喔 是個床單呢 我來讓媽媽坐 如果媽媽要坐的話就是 給妳一個特別優惠 妳可以坐 但是她要鋪那個毛巾讓妳坐 我真的想要把這個毛巾拿回去洗 對 聽說那個桌子是不能吃東西的 妳坐在那個椅子上都會先換褲子 蛤 蛤 爸爸妳有沒有覺得 很囂張 妳怎麼養出一個潔癖啊 我昨天爸爸才罵我說 東西都亂堆在地板上 今天晚上給我收好 睡覺前收完 今天收了 有啊我收 我把它撿起來 放在另外一間房間 噢 呵呵呵呵 噢 噢 嗨大家好我是妮嚕 今天呢就是要來突襲我妹的宿舍 因為我妹呢 跟我住了20年左右吧 差不多20年上下啦 不是那是妳的歲數 但是我們是妳3歲還是4歲的時候搬去現在的家吧 所以睡一間房間應該是20年左右 那以前不是睡同一間 不是啊 妳沒有印象嗎 沒有 妳跟爸爸睡我跟媽媽睡啊 噢 在小時候 對吧 噢他怎麼有印象 對啊 噢 跟我分開之後 妳有什麼感覺 房間好乾淨 我其實我也覺得分開比較舒服 我可以 終於可以亂丟東西了 不行 然後 不會一點倒有背碼 沒有啊 爸爸現在不怎麼管我了 你不在之後他就不怎麼管我了 好那我們總之呢 我們就先來就是從頭開始 就請妹妹介紹一下 他的宿舍長什麼樣子 我們GOGO 這是我的門 然後有什麼特別的嗎 我在鎖 就是晚上回房間 因為就會把它睡起 然後這個是要墊腳才能看 然後這個是姊姊的行李 這是我的衣櫃 噢 衣櫃 好 看一下妳都帶什麼衣服過來 什麼都帶了 欸好好一個 用這麼大的衣櫃 不過妳衣服帶來的不多耶 妳這樣穿的夠嗎 夠啊 我的衣櫃是一個小房間 冬天的還沒 噢冬天的還沒帶來 這都是夏天的 這件我很喜歡借來穿 他就是不住家裡之後 文藝的缺點就是 這件外套我借不了了 應該真的被妳弄的 不會有人發現 我會發現 然後還有一堆網購 噢我妹自從 我妹自從去了 嘉義之後 他非常常網購 結果我們家一天晚上 都收到他的包裹 以前都是我被把他說 妳會不會買太多東西 電視是什麼時候有的 它一個還不錯的嗎 對 電視還不錯耶 它那個台數滿多的 然後那裡是吃的 噢這是廚房嗎 對 妳還要用這個蓋起來 這個是什麼吃到一半的東西嗎 這很乾淨的味道 噢妳就是怕灰塵 對 那這一罐是什麼 阿嬤給的巧克力 巧克力粉 可可粉 然後這個是 黑糖漿 看起來很像發霉的東西 對 芝麻 酸 酸 然後這個是 鍋子 湯波蘭車 湯泡麵 為什麼不用熱水煮 因為煮的比較好吃 然後我的冰箱 我還買了冰箱架 冰箱架是 磁鐵的 空了 妳現在有開店嗎 沒有 噢那妳冰箱之後會放東西嗎 我記得我會放東西的時候才開店 好我們來看妳床上的東西 欸妳看這真的人強迫症耶 它中間留的空都是差不多的大小 然後排一排 這個人到底什麼意思 但是我平常都這樣 不是因為妳們來的一隻 欸這邊有一隻 小安妮喔 嗯 那我們來看妳的桌子 桌子應該會比較有趣吧 欸這個台燈是家裡的台燈耶 對 喔 他剛剛說 這個椅子 會穿不同的褲子座 沒有 我從外面回來的話會換一件褲子 喔不管了 我剛剛從外面回來 他爸爸給你坐 我妹買化妝品和保妝品 花的錢是比我多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都買了什麼樣的東西 欸這個妳自己也買了一罐對不對 這個是 專原蛋白錠 然後這個好像蠻 蠻有用的 專原蛋白B群 喔B群喔 這個還不錯 蠻推的 化妝品嘛 這個美妝大我記得也是不便宜的對不對 喔有牌子的 然後 我的倩幣 這個我後來買的 妳用自己買一罐 倩幣在找我公司 然後謝謝 這兩個同一個系列 我之前用過一次 然後就被他唸了 他把我的SK2用完 然後 妳自己說可以用的 我隨便用他的東西他就會唸我一下 我有唸你嗎 有有唸我 還記得 我很受傷 這是妳花了幾萬塊買的 哪有啊 多少啊 妳總共買了多少 5600 5600 沒有到萬還好 他都用很好的東西 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啊 沒有啊 我就住在這邊四天而已 我就會回家 喔 這是什麼 打開看看 這是什麼 喔 喔 我送他的 有一天就買了一個潘朵拉的手鍊 他在特價 我就買了一個潘朵拉給我妹 然後強迫他帶 但他看來他是沒有在帶 有啊 上次是今天沒有帶 這個香水 欸妳用好多喔 這在塞我東西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家去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就有一個香水在特價 然後 他就買了一個還蠻有名的香水 叫什麼 Chloe Chloe的香水 然後他有三個顏色 三個味道 然後他就買了粉紅色那一罐 然後那時候也覺得粉紅色那一罐超好聞的 反正妹妹就買了那個之後 然後我這幾天呢 我就突然覺得 很想噴那一罐 然後我就去你房間 他的位置上 就是拿那罐噴了一下 啊 玫瑰的味道 真是不錯 然後我就密他說 欸 玉如 你的香水也很好聞耶 你到底是什麼牌子 因為我忘記那個牌子要什麼 那時候在外面 然後想說我也去買 就是他的其他顏色好了 然後 我妹妹就跟我說 那你可以給我買啊 蛤 可以買 照理來說不是 欸 你喜歡嗎 二個我不要了 我噴三次我就不要了 他說他噴三次他就不想要 正常來說 就應該說 好像還好 那我就送你好了 那很貴耶 而且我想要用那個錢再去買挺 嗯 反正呢 他就說 兩千五 我那時候想說我妹嘛 嗯 然後他沒有在賺錢 我也在賺錢 我說 好啦 就是你出多少我都買 他就說 那兩千八 就等一下 兩千八 也是可以啦 然後我就說 好兩千八 你自己從我的錢包拿 然後呢 我就網上查 那個香水呢 根本沒有賣到兩千八 欸沒有 媽媽買三千多 三千四 我網上看沒有 沒有啊 我們去那個地方買的就是三千多 然後後來我就跟媽媽講這個故事 他說 香水的錢是他出的啊 對啊 根本不是你付的錢 對啊 所以你賣掉根本不合理吧 沒有 媽媽 我要用那個錢蠻新的 這樣感覺那個新的也是你買的 看我的抽屜有酸痛藥膏 為什麼要酸痛藥膏 因為我搬來的第一天 我就這樣站在這邊整理 結果那天晚上 腳超酸的 就是酸痛到一直醒來 然後就跟媽媽講 然後媽媽就計算通常 我還要媽媽的信喔 他還寫信給你 對 你看我連那個包裝都留著 他還貼那個卡納赫拉的那個幾點的貼 明明就是沒有地方貼 然後想說丟掉可惜貼一下 天啊 媽妳不要哭 明明看了也哭了 對啊就是 他收到這個信 我搬來的時候沒有哭耶 就是收到這個信才哭耶 我不想看耶 因為我怕我哭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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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其實妳哭得很可惜耶 沒有必要哭 因為她一週回來住三天啊 她根本沒離開 她還病得大女兒還要常回家 不是 她是比較常見到她 她是很難過啊 她是一個人在這裡耶 對 媽媽媽 那如果以後搬出去 妳不要太想她 妳會搬到哪裡 我會搬到松山區 一個拼命想回家 一個拼命想搬出去 對啊 好我們就要先來訪問一下 畢竟離家那麼久 第一次離家 妳有什麼感覺 就自己住外面 欸妳不是第一次耶 她去美國也住了 對 我妹去打工度假的三個月耶 所以其實不是第一次離家耶 欸妳明明就不是第一次離家 可是我妹每個禮拜 她都會回家耶 就是 她有那個 一個月一萬我的生活費 含車票 但不含住宿 就是純粹就是 就是吃跟交通 一萬五個月 其實很多耶 對 反正就是每個禮拜 都花很多時間 住家裡耶 我有時候都覺得說 好不像妹妹搬出去喔 一開始第一個禮拜喔 她回來的時候 我還會乖乖的去客廳陪她們 那後來我都不理她們 就是妳愛回來不回來 就是 她說我姐姐我回來了 喔 我也很孝順妳耶 對啊 我覺得孝順我妹 比孝順爸媽還要多耶 怎麼辦 媽媽她怎麼辦 妳不要哭啦 孝順妹妹比孝順爸媽還多 妳們兩個相親相愛 有那麼高興 那妳可以的話 那就是我孝順妹妹 轉換成孝順媽媽的意思 妳不會覺得花很多錢 或是想要 待在宿舍久一點喔 可我很受不了待在這裡耶 為什麼 妳剛剛也看到那邊 這邊很偏僻耶 這邊很荒涼 而且我也沒有車 我覺得重點是 她不會玩電腦 像我會打電動的話 我整天都不會想離開房間 如果我有一張窮的話 不會想離開床上 自從智慧型手機發明之後 我就不是不想再離開房間 我是連床上都不想離開的 結果妳有沒有想家嗎 有啊 每天都想 不過因為我每個禮拜都回去 所以就沒有很痛苦 我有時候都很好奇 媽媽妳到底比較常看到妹妹還是我 欸 她好像是妹妹耶 好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我粉絲專頁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